歡迎來到我們頻道 我是兔女郎 我是兔兔 我們今天邀請到 來自我介紹一下 嗨 大家好 我是諾亞 她的頻道是在講 極簡 然後還有收納類 斷舍梨 斷舍梨 她來到我們家之後 覺得我們家的狀況很好 因為東西很少 有嗎 很冷氣嗎 沒有什麼東西 但我跟你說實際 因為我們從另一個地方站過來 都會在另一個地方 對 那不好說 對 還沒搬完 對 還沒搬完 就在幾分之幾 不到一半 欸 我跟你講 但是剛剛你看到很多鬼子都不空 就是那個舞蹈鬼子都不空 對啊 我是覺得你們東西堆地上 感覺是還沒有放進去 對對對 我們今天我們特別準備 幹嘛 你們兩個笑咪 我們今天準備了 女同志的同志天菜們的拍行棒 我們等一下先給你來一個測驗 我們三個人一起來評分 來測試看看大家的菜 跟那個我們評論一下 你們喜歡的那種類型 類型 類型對於有沒有就是 有沒有可以從這個榜單上 找出一個依據跟歸類 來第一個喔 兩位準備好了嗎 哈囉 第一個是卡拉 你看過嗎 沒有 如果你真的覺得完全不行的話 就給他零分這樣 就給他零分 他給他零分 傻眼卡拉哭了 好好好 但我為了要給分了一下 好好好 好來321喔 你怎麼那麼高啊 他很漂亮很正欸 那我先跟大家跟你介紹一下 他是女同志圈裡面真的就是 他不穩這樣 鼎鼎有名的 當然我要得罪一堆人 不會不會不會 我們開口是幫你下那個 子女來評分 喔好 喔可以 對對對 可以被接受 好不好來我們先第二位喔 所以卡拉沒有辦法把他擺完 這你看過吧 黑寡婦 黑寡婦 有有有有 才會覺得有點面熟 321來比出來 你為什麼給 你這個分數差很多 對啊 我跟大家說 因為他的聲音真的太有磁性 他那個聲音一出來 我可以直接 喔對啦 他的聲音融化 他聲音比較低 他那個聲音真的太有磁性了 他可以就是 然後他又長得漂亮 這個我給很高分 這個看起來是一個很辣的女 對然後你看到那個眼神 就感覺喔 他就看到我的內心 你進去 好沒關係你進去 你進去 我很怕會歸類他的菜 第三位是 伊娃格林 好 321 321 什麼 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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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給他 比給我分數還要高 我也會 我一定要說 這一位 我朝我國中的時候 看到他第一個 不知道演什麼戲 感覺是007 嗯 我都還沒有發現自己 有女同志的傾向的時候 我就已經被他點得亂七八糟了 哇 你給他什麼 他把他蓋起來 他把他蓋起來 跟卡拉是同一個等級 而且他感覺就是 就是對我來講 就是很成熟 很性感的女神 不喜歡姊姊 我知道 我現在在歸類他的菜 安海色薇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覺得這個 他很糾結 給他糾結 321 你也給9分 嗯 我再次看一下他的照片 覺得我受不了了 你看他就是有甜解了 然後你這個眼神就是很危險啊 但他只給1分 我跟你講後面會有個菜 我跟你講 好失落喔 安潔莉娜丘莉 好 很正 很有魅力啊 你知道他演那個 黑魔女的時候那個 喔真的超 整 電到一個 一個回頭 喔那個眼神真的是 電到我整個就是 喔心癢癢 嗯 你認同對不對 那個眼神 可以可以可以 克莉斯丁史都華 怎麼樣怎麼樣 可以嗎 這個有一點 321 給分 這個很 很帥啊 這也是 這個很帥啊 你看這個 好 好 我覺得我們大概有抓到他的那個 我覺得我快抓到了 我快可以分耶 我怕你後面會XXX 對 對 好再來一次 Ruby Rose 啊這 這可以 可以啊 他有 他有就是這種狀態 他也是有長頭髮的狀態 我知道他 他的MV 那個MV最有名 就是把他的長頭髮給剪刷 可以可以 3分 9分 他不會幫助 他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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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知道 我跟你講 我是把那個 克莉斯丁史都華 跟Ruby Rose 排的同樣 3分 就是他不會是 走PP圈的那一種 其實很帥啊 你們 所以你把他累歸完了嗎 累歸啊 就他不喜歡姐啊 然後他也就是比較喜歡 帥的短髮 帥的 大家喜歡帥的短髮 就是長頭髮老大都不過關 我們來做一個那個 金賽量表測試 這個測試呢 是他會有 他現在有個性別光譜 把人大概分成七種形象 那就是最旁邊的就是全 單就是全異性戀 這樣子 男生就是極端的異性戀 然後女生極端的異性戀 然後女生極端的異性戀 那最中間的話就是雙性戀 OK 好 對 所以我現在就做這個 對 好準喔 真的嗎 很準耶 我跟你講 我覺得我們的 讓我們也覺得很準 而且我們其實 你在上這個節目之前 我們沒有測過這個東西 但我一直覺得 我大概是怎麼樣 對 我們兩個都是最中間的雙性戀 就是沒有偏左 真的喔 我們是正中間的 三 對 那你們剛剛聊天的內容 感覺 因為你沒有把男生天才方便 哈哈哈哈 對 我們就女生來討論 對 其實 其實出女王是兩個雙性戀在一起 就是 就正好 對 而且其實我有發現過 我自己喜歡的女生是 雙性戀女生比較多 其實不喜歡 就是很純同性戀的女生 我自己啦 我自己的偏好 對 好有意思喔 好有意思喔 沒有啦 真的 那你的可以公布嗎 可以 可以 他是等級2 等級2就是異性戀 但有時候也有同性戀情相 所以他是比我們旁邊一格就對了 對阿 對對對 喔 比我們在偏 多跟男生交往的那一個東西 一些 對 我覺得這個很好玩 大家可以去做一下設計 順便知道了我們三個人的性相好害羞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我們的QA時間 好 你對女同志的普遍印象是什麼 唯美 很Hot 就比較不會有異性之間 會有那種Sex的那個Part 我自己就是對這個認知是 沒有沒有沒有 他就會覺得很唯美 然後就覺得沒關係 合理這樣 對 請問郎同學你要發表什麼嗎 他剛剛說唯美兩個字的時候 我整個就是 含含含含問號很多 因為他剛剛不是喜歡帥的嗎 對啊 帥的也是很唯美 就畢東亞 這是帥 這是帥 好我覺得我大概可以 有一個夢幻感 對對對 粉紅泡泡 對對對 然後什麼都是香的這樣 喔 好有有有 這個有輸到 對 你是否有被女生吸引過 有 有 那我接下來問 是否有被女生追求過 或是追求女生過 有 是哪一個 是被追求還是追求 欸可是我 我不是很 我就是那種 還在摸索我自己 然後我也不確定 他是真的有要追我 但是我們就是一個 非常曖昧的那個氛圍 然後這樣就不了解了 對 因為後來 他大概覺得沒戲 所以他就去找別人 你知道他在跟你曖昧嗎 沒有 就是他距離拿捏不好 讓人家覺得 對 對 我還苦惱的這樣喜歡你 你不喜歡我 那算了 你可能就是沒辦法 你熬多久 就是中間那個 就是那個曖昧期 四到六個月 太久了 太久 你知道我們兩個熬一個禮拜 都在一起了 是因為這個圈子比較小 所以一旦遇到 所以就會更覺得快快快這樣子嗎 在你遇到感情不一樣的時候 你就是會知道他不一樣 好來囉 下一題 有沒有被女生告白過 沒有 所以他沒有被告白 他就是跟你曖昧四到六個月 但是他從來沒有說我喜歡你 但是我還沒放棄 但是他已經放棄的時候 不知道什麼我先講 還是他先講 然後我們去講這個 然後才知道說 我們當時是同時間互相喜歡的 那你也是四個很久之後 才去講這個事情 應該是四 又比四到六個再更久一點 Maybe一年 我在想他 因為沒有跟女生在一起過 我會不會覺得他跟女生在一起過 那個練表技術是會跑到三之類的 但我覺得本來性向就是流動的 就是不要太守住說自己一定很喜歡 男生或女生 這樣會錯過真愛喔 是你對於剛剛那個評分 就是你有沒有歸類出 女童天菜的一些特徵或特質 他們的共通點之下 對啊就是你說的就很成熟的那個感覺 很濃厚 就每個都是成熟大姐 哪有小K跟Ruby Rose還好啊 我等一下要進行亞洲的補兵 這個我應該會比較 比較好評 有興趣是不是 對有興趣 好來先給你第一位 他叫文欣 他是天菜喔 女桃圈的天菜喔 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應該給他看動態的東西 對 有算看圖片你就看不出那個感覺 他其實橘子之間是很帥氣的 對不對 就說他要抱人就直接抱過來 真的假的 對 對 好來囉 321請給分 欸他有提高的欸 就是亞洲人類的 因為我印象他 就是Rap的時候很帥 有那個印象 你知道有帥我就會給分 對我就會覺得 有帥就給分 有帥就給分 好好好 來這個 台灣數一數二女童之才 天賦珍 天賦珍 他是女童之天菜喔 真的假的 下面留言殺一排天賦珍好不好 上面幫我問號打一排 好來321 其實九分我給少了 之前有那種 九分九 一百分給誰 我就是給天賦珍 因為他超過一百分出 但是我兩人都會講 超過一百分出 超過一百分出 我看那個嘴督起來了 對 對 好來這是台灣的 321 林雨昕 等一下是那個雨昕嗎 對 321 請給分 8 來下一個 比較像是網紅類的 欸欸欸好像看過 看過對不對 好像看過 是不是 有沒有一種 你要注意這個眼神 這種臉真的就 怎樣 重置圈感覺就是會好 會喜歡 對 這個就有一點點 就是中性中性的那種 帥帥又辣辣耶 辣辣這樣子 酸酸辣辣 OKOK好 三位 你幹嘛啦 你幹嘛啦 2 1來 9分 好 那我們等一下回來再講 講這一個的事情 來 Aro 孫慧寧 曾經是跆拳道國手的過人 穿亞運 銅牌的 這個好不好 國手 好 他可以停嗎 就停吧 3 2 1 11 他很帥耶 你們一定要去看那個劇 親愛的天王熙 天王熙 我沒想到你這麼主動在幫我們宣傳我們的劇 他很帥 真的 真的 他講話那時候 你們直播的時候 我都沒有在看你們三個 我就看他 我就說 好帥 但我跟你說 光是有一點你就應該要 對我們好一點 因為他現在這個髮型這種逼他 對不對 他原本 他都會一直剃邊邊 他就會把邊摸到他表 沒關係啊 可是我覺得他現在比較美 那我要回來講一下這個 不知名的女 女王紅 欸其實就是他 什麼 欸 怎麼這麼演 我這樣Aro有看過 有看過 我覺得很眼熟 我想說 第二段 第二段那個表情 第二段很眼熟是不是 是 很無言 你要不要把頭髮弄起來 你不要 我今天為了要 那麼快 你不要被認出來 我故意把瀏海放下來 把自己弄得像美啊一樣 是欸 是同一個人 你是有一點臉盲的特徵 你也是臉盲 你是不是臉盲 有一點唯一臉盲 可是我覺得你的就很好認 我超會記人的臉的 我是人臉變時期 可是很奇怪 就是他的臉我一直記不太起來 就是 我講真的 那時候我剛認識的時候 我一直記不太起來 他的臉 我覺得他的臉有一種很 大眾 很通俗的感覺 想不到臉通俗到換一個髮型 就像換一張臉 真的 來 那你有沒有要對我們QA 或者是一些心得的分享 我覺得這個節目很好玩 真的嗎 對 因為可以多請一些人 就是不討論 之類的 我覺得我還不夠直 因為他請那種更直 可能媒體都零 好換下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如果知道自己是 有偏同的話 那怎麼知道自己是 PT還是PP 這也是後來慢慢摸索的這樣 對 我覺得也不需要知道自己是TP 還是什麼東西 就是你喜歡 對就是你喜歡的那個人 就是那個人 那一個人啊 如果他也說他是不分啊 他也不會去定義自己 做什麼TP 或什麼TP 換我今天做一個小小性感分享 其實我真的 我覺得蠻有趣的就是 情 因為有的時候 同溫層相處太久 你會有一種不知道 同溫層以外的人 怎麼看這些事情 對 就好像 我們覺得是天菜 其實我們覺得還好 可是我覺得 每個人喜好不一樣 然後我真的 很喜歡就是 非同溫層的人 一起來看 然後一起來評 然後我覺得 就很特別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囉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做一些評比囉 記得去追蹤他的 Youtube跟IG 我會幫他下面 一點關心都沒有 有關係嗎 沒關係啊 好 謝謝 他的那個生活 我覺得生活而來的 可以去多看看 特別是 現在那種小子女孩什麼的啊 我覺得非常適合 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囉 記得去看ARRO 好 拜拜 他竟然不是幫自己宣傳 我還幫他宣傳 他說有什麼關係嗎 然後自己說 要記得去看 ARRO 他有什麼關係 那我把ARRO給也放下面 你自己說不重要 我把ARRO也放下面 好不好 好啦好啦 謝謝